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么做可以反映出对手语翻译员的重视 华迪玛都拉补充 这件事情也会获提成给沙州屋秘书 并在事后告知公众 华迪玛都拉说这件事情也获得杀手掌 那杜巴定义阿邦佐哈里的支持 他认为这是一项十分合理的行动 因为手语翻译员的服务是具有专业水平的工作 并理应获得恰当的薪资 接着我们看到沙拉越地方政府及房屋部 与沙拉越多媒体机构合作在古晋和撒马拉罕的地区 安装超过800个壁路电视 为了达到沙拉越首长所希望的沙拉越数码经济愿景 沈桂贤表示这只是其中的一步 本身是工作的4个公司在古晋 有4个公司的合作 我们会有800个摄像 在200个摄像 今天这里是一个摄像 一种的原因是因为 CM阿邦佐是谈到 digital 城贵贤表示 涉及安装壁录电视的区域 包括古晋南市市政厅 古晋北市市政厅 巴达望市议会和哥达沙马拉罕市议会 他强调 有安装壁录电视的区域 可以减少犯罪活动 减少交通阻塞问题 提高水灾警示及提高安全性等等 任何壁录电视所收集到的资料 将通过控制中心总站 发送至不同的机构 以便做出处理 民众对政府的这项措施 他们认为这样市民的安全更能获得保障 美理工基金局目前遭遇一名骑士抛汽油弹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目前警方正在积极寻找这一名骑士以协助调查这起案件 这起在昨天下午三点左右发生的事件让估计机局外的大约30名民众和自愿警卫部队受尽不少 根据现场一名不愿具名的目击证人表示 他见到一名骑士往攻击金局抛汽油弹 由于骑士的速度很快 在完事之后便快速的开溜 现场者没能成功拦截到他 美利景区主任哈克马对此表示 当局正在收集资料并对这起事件展开详细的调查 警方将援引427条文来调查此案 与此同时 公击金局表示 没有人因为这起事件丧命级受伤 当局也对这起事件严重以待 因为这种事情会危害到当局的访客与员工 为了进一步推动乡区发展 加伯·伯拉固州议员维尔森认为 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有必要增加治安局和土地局 而这两者在乡区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威尔森州议员在巴雷一所长屋出席领袖与名统在 集会时表示 藏屋发生活患事故时有所闻 如果要进一步加强藏居民的防火意识 就必须教导他们如何使用面火器 以防万一 另外在土地课题上 威尔森还提到 尽管藏屋屋长已经被委认为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主席 但土地局也必须由屋长亲自带领 因为只有他们最清楚居民的土地界限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增值 尽管藏屋长亲自带领 另外威尔森建议 有关委员会可以在厂屋测量土地 在界线上塑记号 以及安置牌子来区分居民们的土地 他促请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要尽全力落实 汇集厂屋居民的各项工程 照顾他们的福祉 欢迎回来 接着我们看到日前 韩国政府捐赠两万三千个聚合煤炼式检测试剂盒和两万三千组的病毒运送培养机和鼻咽喉双柿子给马来西亚 以协助我国对抗新冠肺炎的疫情 大马已经和韩国开发研究院及亚洲开发银行合作进行一个 名为强化马来西亚传染病爆发的准备工作 和从新冠肺炎疫情得到的教训知识共享计划 这一项计划旨在帮助抵抗冠病的传播 并提出应对策略 特别是在处理相同情况的病例时 同时这一项知识共享计划 预料将在今年的五月尾结束 而届时也会举办两场的工作坊 目前大马政府也正建议提高我国与韩国之间的双向合作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苗方面 透过监督系统 两国人民可以从中受惠 来跟进全球的冠病疫情进展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全球死亡人数累计已经超过189万9396人 美国的死亡人数依旧是全球最高 累计36万5321人病亡 占全球死亡总数的五分之一 其他疫情严重的国家包括巴西 累计20万498人死亡 印度15万570人病亡 墨西哥13万1031人病死 而英国则是78508人 按照燃疫死亡占人口比例 比利时是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每10万人就有172人病死 接下来就是斯洛文尼亚141人 波黑及意大利各占128人 及北马其顿124人 从区域来看 欧洲累计60万7458人死亡 中东地区共计9万1570人病死 非洲共计7万557人死亡 而大洋洲共计945人死于冠病 马来西亚昨天新增2643宗冠病确诊病例 累计病例达到131108宗 此外 马来西亚昨天新增16宗死亡病例 是我国新增最多单日死亡病例的记录 目前全国累计死亡病例达到537宗 造就队伍经过6天的努力之后 终于在今天的清晨6点20分左右 在古近东坡海滩寻获 相信是自1月3号失踪的 撕连男子三苏丁的尸体 相信是59岁死者三苏丁的尸体 是被隔浅在东坡海滩上 而被附近的居民所发现 根据沙拉月消整行动中心透露 死者在1月3号凌晨5点就离开住家 他原本应该在午后返回轮勒 并把渔船停放在老家内 然后驱车返回女儿的住所 但是自那天起 家人一直未见死者的踪影 立刻联络有人询问 并尝试拨打她的手机 只是手机已经无法链接 有人也一直没有见到她 家属随后在晚间9点30分报警求助 只是当时天色已晚 搜救队伍唯有待隔天早上 才能够下海展开搜悬的工作 由海市执法机构 水警 警方 校整局 民防部队 沙拉月仪夜局 以及两地村民组成的50人搜救队伍 出动多只快艇和渔船在山都旺和沦落的沿海一带 展开搜寻 但是午后天气不佳 增加了搜救的难度 经过6天的努力寻找之后 今天终于寻获死者的遗体 目前三苏丁的遗体已经被送往医院 而搜救队伍的搜救任务也告一段落 市屋英雄路一家酒店的后巷 经见一名43岁的妇女坠楼身亡 警方初步调查后发现 死者身前患有犹豫症 市屋警区主任史丹利助理总监证实 死者的丈夫在晚上9点半左右抵达酒店 打算接妻子回家 但却经见救护车和警车 才发觉妻子坠楼 警方在现场调查后发现 已经排除刑事成分 鉴定死者是从9点6楼跳下轻声 死者遗体有警方已出现 失误医院太平间进行解剖检验 而此案也被列为突然死亡案件处理 以上是这一节的热报 我是Brian Ebin 感谢你的收看 请继续留守 稍后6点钟的热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